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实生活中那些伤得最深的往往是最重情义的人 佛说所有伤害你的人都是来度你的人 当有人伤害了你那是让你的心变得更加强大 你应该明白多年以后你终于发现身体上最坚硬的地方其实是伤疤 前天朋友春美分手了 他对我说真正能够伤害你的人就是你最爱的人 我劝道既然你最爱的人伤害了你 那么你就放下来就好了 就当自己在人生路上狠狠地摔了一跤 然后你爬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尘土 继续往前走就好了 如果你待在原地不动 或者等谁来救你都会失望的 你唯有自救 春美是一家服装店的老板 一个女人为自己撑起了一片蓝天 本身就不容易 而她偏偏爱上了一个美严好心的男人 母亲 男人家里很穷 然后初中毕业后一个人出来打工 在很多城市逗留过 后来在春美隔壁的家居店打工 男人很努力 一边打工一边学技术 后来他学会了很多厨艺 想要自己开一家酒楼 但苦于没有钱 只能把理想搁浅在那 当春美遇到母亲的时候 母亲一成默然的样子 让春美动了侧影之心 两个人交谈了很久 然后春美决定资助她开酒楼 母亲的酒楼开起来了 也赚了很多钱 但是她却一转身爱上了别的女人 母亲不过是利用春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而春美却真的爱上了她 梦里都是两个人成家立业的样子 再说春美一个人创业多年 也真的想要找一个依靠的人了 可是春美爱错了人 最后还是靠自己慢慢走出了爱情的漩涡 慢慢熬过被伤害的痛苦时光 伤害过你的人需要放下 但无需原谅 我反反复复地告诉春美这句话 真的希望她可以重新做回自己 如果观看影片的你 也是一个被爱伤害的人 那么你也要记住这句话 放下过去 重新开始 世上没有过不去的坎 只有不愿意重获新生的人 1.伤害过你的人 唯有放下才能给自己解脱 伤害就是伤害 它本身就是赤裸裸的痛楚 当被伤害的人走出伤痛 变得更加坚强 并不是因为伤害而促成了个性的转变 而只能说 伤害让人不得不去经历 那些原本不需要经历的事 需要感谢的是那一个坚强的自己 而不是伤害本身 对于伤害自己的人 选择放下是一种自我解脱 就像把那颗扎在肉里的刺拔出来 而不是让伤害在心中生根发芽 因为恨一个人也是需要力气的 如果恨成为了主导情绪 势必会影响当下的生活 面对伤害你的人 如果你纠缠不清 那么就结局是两败俱伤 比方说你苦苦哀求 伤害你的人不要离开 那么他不会回心转意 而是选择变本加厉地伤害你 如果他心里在想 如果我让你痛不欲生 你就放手了 也许他的想法很毒 但一个人心都走远了 再很多的方法都能够做出来 很多人因爱生恨 在离开曾经喜欢的人的时候 可以使用暴力 如果你遇到有暴力形象的人 还不懂得放下 难道你还要等着挨揍 如果你这样做 那就太傻了 与其被伤害 不如一个人带着伤痛 离开他放下他 摆脱他的影子 唯有放下才不会弄丢了自己的未来 如果你一时半会儿放不下 那就让自己忙碌起来 让自己去对社会弱势群体好 把自己的爱转移 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当你看到社会的另一面 你会发现 活着比爱的好痛苦强一万倍 人生是自己的 何苦因为爱情为难了自己 报复一个人最好的方式 不是骂回去 不是打回去 而是活得比他更好 活得比以前更滋润 伤那么痛 多回忆一次 就会多痛一次 放下过往 给自己一片自由的天地吧 二 伤害过你的人 别原谅 更别好了伤疤 忘了疼 都说 人善被人欺 马善被人欺 一个善良的人 往往对谁 都有一种天生的 怜悯的同情之心 待人接受习惯于将心比心 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 宁可自己多吃点苦 也不愿意让别人为难 但善良要给同样善良的人 否则就会落入自觉坟墓的境地 譬如 对于自私自利的人 你过分地善良就是傻 就是甘心情愿地被人利用 一次次被伤害不懂得反省 又在下一次继续被伤害 就连旁人都连连摇头 挨气不幸 怒气不争 再如 对于别有用心的人 你的善良往往会成为 刺伤自己的利刃 禁不住糖衣炮弹 的诱惑和攻击 被几句话就迷惑了 傻傻地交出了自己 最珍贵的东西 最后人才两空 却也只能垂足顿胸 埋怨自己 人生在世 要用善来包容善 用恶来惩罚恶 对待那些恶人 绝不能像东郭先生 而应当如秋风扫落叶般的决绝 才不会为恶行其道留下空间 有的人好了伤疤忘了疼 其实这样的人是可恶的人 是不长记性的人 聪明的人都会记恨 不会原谅那个伤害的人 只有记住了他的不好 以后你才懂得趋利避害 才能真正地学会保护自己 如果选择原谅那些伤害人的人 那么就是软弱的象征 还可能会被另一个 没心没肺的人再一次伤害 人家会笑话你 从火坑里跳出来 结果跳进了泥潭里 别傻了 一个人需要善良 但是善良要有一个度 别无休止地容忍别人 你要学会和伤害你的人 一刀两断 如果以后你变强大了 有出息了 他就是跪下来求你 也不要心软 聪明的人还可以把恨 转化成愤怒的力量 在自己恨一个人的时候 努力工作 努力读书 争取自己比对方过得更好 事实上 你活得更精彩了 才是对伤害你的人 最好的报复 三 伤害过你的人 不管是恶意还是无意 都是不在乎你的人 真正在乎你的人 即使感情不在了 但情意在 哪怕是遇到危险 也会自己扛着 而不是自己躲在后面 把你推到前面 尤其是男人 如果躲在一个女人身后 那就是懦弱 离开你 那不是你的损失 是你的幸运 真正在乎你的人 哪怕是伤害自己 也会保你周全 就像一句歌词 好男人不会让心爱的女人 受一点点伤 如果他选择了伤害你 那是因为他早就做好了 离开的准备 伤害你那么深 就是为了逼你离开 至于他说什么都是借口而已 那是他不想自己离开的时候 太狼狈 为自己留下最后的一点点尊严 既然他不在乎你 对你无情无义 你为什么还要对他心软 为什么要选择原谅 你转身的时候也许会带着泪痕 但你转身的时候一定是精彩的 眼泪里都有太阳的七彩 你要相信 这个世界有人伤害你 就有人来爱你 当你变得越来越精彩的时候 真爱就会在你身后 你一转身就遇见了他 真正能够陪你不离不弃一辈子的人 会为你擦眼泪 也会为你疗伤 但他不会陪你一起思念过去的 更不会陪你一起天天哭泣 做人要学会向前看 何必因为爱错了人 弄丢了一生的幸福 以前的苦日子 在被伤透了心的那一刻 就结束了 成为了历史 你要学会把这一段历史封存起来 做人可以傻一次 但别傻一辈子 人生也就已十年 弄丢了以前的日子 那就珍惜未来的日子 放手过去的一切 其实是好好爱自己 做人 受苦和享福 是摆在天平上的两个砝码 是相对平衡的 经得起伤害 才能享受更多的福气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聆听 期待您的留言和分享 佛禅每天为您推送新文章 希望您每天都有新感悟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